第十九号的问题 今天的苏宁问 天津菩萨往事论当中 所开行的五年门 是属于上导大师 观金苏所讲的药门 还是宏愿 赞叹和称名有不同吗 归命是内心也要归命 还是只要称念六字名号就可以 还共有三个问题 五年门行总的来讲属于宏愿 大体来讲 如果详细分别的话 第四观察门可以属于药门 其他的属于宏愿 观察门为什么属于药门 观察门就是器官生性 由于这个 所以药门就是定伞二塞 观伏三昧为宗 和念佛三昧为宗 在观伏三昧为宗 还是属于药门的范围 但是这个药门是指向 定伞门中 围标专念弥陀名号得生 所以观察门 它也是 观二十几种工作庄严 而标指道 专称弥陀名号得生 赞叹和称名有什么不同呢 赞叹就是如实称名 如实修行相应 如比如来光明至下 如比民意这样的称名 就是赞叹 仅仅这样的口称名号呢 未必就是如实的赞叹 比如一天念佛三万生 心里怀疑往生不定 这个就不能叫赞叹 阿弥陀佛你真了不起 你功德非常大 名号功德近虚空变法界 我一天念三万遍往生不定 这就好像一个医生说 这医生你水平很高 但我吃你药一天 吃了三年一点也没效果 这不能成为赞叹呢 所以赞叹门它是 它称为赞叹就如实修行相应 所以金中天庆菩萨说 称弥如来明 这是称名 是如比如来光明至下 如来光明至下什么下 是无外光 无障碍救度 念佛众生摄去不舍 如比民意 阿弥陀佛名号的含义 就是众生称恋必得往生 也所谓的诗相声唯物声等等这一切 所以赞叹呢 它的内涵更丰富 这个在我们讲的 广生论要义当中 有详细的辨别 闺蜜 是内心也要闺蜜 闺蜜本身就是内心的闺蜜 还是只要称联六字名号就可以 这两句话呢 往往人们都会把 安心和乞行打成两块 我们因为归命了 所以就只要称联六字名号 因为我们听说 只要称联六字名号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归命 这两句话可以像是一句话 只是说呢 角度不同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 鹦鹉八哥之类的 你叫他归命 他不知道怎么归命 那么他就是一葫芦画瓢 这个鹦鹉学舌 这样称联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 还有临终的人 有些神势不清 像上日这次发来的 这个念佛感应 依据佛号做归舟 那么这个老人家弥留之际 你跟他讲什么都没反应 但是他外圣女去跟他念佛呢 他有反应 你念一句他念一句 你念一句 一年一来一往 一来一往 这样念呢 当下就业障消除 说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你说有什么 闺蜜不闺蜜呢 你念佛 佛光就照耀你 这最简单的 当然这是指呢 这个特殊情况 黑龙江基西的体验问 镇定对不定吗 镇定啊 看你怎么对 如果在三定句当中呢 镇定就是和不定 协定 这相对的 那如果以上导大师的教判来说呢 镇定它是取用了三定句的 镇定句 镇定业 来用这两个字来说明镇定业 镇定业相对的就是砸伞之业 正是对砸 正形砸形 定是对伞 所以砸伞之业 除了称赖六字名号之外 所有一切业 即使你有禅定的功夫 那仍然判为砸形 即使你禅定功夫很深 仍然属于伞 不属于定 这个定和 这里讲的镇定的定 不是一般的 我们有没有禅定啊 心啊 是宁念啊 是伞啊 不在这个角度来来说的 他是 之所以称为镇定之业呢 说顺比佛愿故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心中是散乱的 仍然是镇定之业 这是定的 这个不得了 这是不一样的 那我曾经打的比喻 比如说我们坐一个车 这个车如果动荡不定 那么你在车上坐得再稳定 那你仍然是怎么样 不定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这个车 这个这个船 非常稳定的 你在上面再蹦再跳 你仍然是安全 是定的 这个车就算什么呢 如果我们自力修行 你修的刑法 是砸伞之业 你就在禅定的功夫 那就像这车还在奔波 人天诸善 人天这个果报 仍然是三界里边 轮回不定 都在三界当中 这个像这个摩天轮一样 你说你再定 没用啊 他大环境在这流转 哪里定呢 那我们六字名号 是阿弥陀佛 他的清净 这个智慧清净业所成 是法王 证据阿弥陀 法王善主持 那是绝地的安定的 那就是你小凡夫 有点这个心思动荡 没关系的 所以这镇定业 他是相对砸伞之业 那为什么 称名念佛是镇定之业呢 因为这是阿弥陀佛 本愿所选定 是阿弥陀佛所规定的 阿弥陀佛所顺比佛愿故 为什么其余的念佛 不是镇定业呢 他只说称名念佛 和实相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他说称我名号 下之实生 弱不生者 不去镇业 你称我名号 我就定了你 一定满生 那没有以观佛 作为他的本愿 所以这样呢 其他的念佛 都不能成为镇定之业 金门法师 说净土三经的凯定 是否有传承 您第八集 《网生论》著讲记 得知谭兰大师 从《网生论》的 《五量寿经》 结论 净土三经呢 是正义经典 但是从《网生论》的文字上 基本上我们只能确定 净土传承的经典 是《无量寿经》 而并非净土三经 也就是说 净土三经的由来 是中国 谭兰 道措 善导 三大师的凯定 而并非印度的龙树 天青菩萨的传承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还是龙树天青菩萨 由凯定 净土三经的开示 如有 不知是否可以 指出来 答案 净土三经 是中国 谭兰 道措 三大师的凯定 同时 也是印度龙树 天青菩萨的传承 那么怎么理解呢 倒不是说龙树菩萨 我们现在看的净土教典 就是 主要就是 一行品 天青菩萨的往生论 在这两部著作当中 他们倒没有明确地说 净土三经 那你看 特别往生论 往生论看它的内容 比如说 赞佛 八种功德当中说 无量大宝王 唯妙进花台 这个显然就是观经 第七 花作观的内容 那仅仅以无量书经来讲 是没有这个内容的 还有赞叹们说 称彼如来明 如彼如来光明志向 如彼明义 那这也显然是 阿弥陀经 彼佛何故号阿弥陀 如彼明义 这非常相应 所以呢 后来的 大德解释的 《净土三不经》啊 都一定会引用到 《往生论》的 那么龙树菩萨呢 它的著作也很广泛 在各个地方呢 有时候会引用到 《无量寿经》 有时候也会说到 它的内涵 就看它所解释的内容 和《观经阿弥陀经》 都有相应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